跨越崇山峻岭 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平塘县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这个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 面积约有30个足球场大小 历经17年选址 从全国300多个天坑中 选出这个世界独一无二 近乎完美球面的卡斯特天坑 这里刚刚完成了所有线路的铺设工程 正在进行反射面单元铺装工程 现在第480块反射面单元 正下落到它特定的铺装位置 整个大射电望远镜的反射面 由4450块这样的铝制反射面单元组成 每一块的制作和安装精度 都在一根头发丝之内 明年下旬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天文建筑 就将建成 正因为具有超大口径和反射面面积 这个大射电望远镜 能够接收到距离我们 137亿光年远的宇宙电磁信号 发现更多人类从未观测到的新天体 中国智慧 也将人类探索宇宙的能力 前所未有的延伸 跨越崇山峻岭 我们来到了位于贵州省平堂县的 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这个正在建设的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 面积约有30个足球场大小 历经17年选址 从全国300多个天坑中 选出这个世界独一无二 近乎完美球面的卡斯特天坑 这里刚刚完成了所有线路的铺设工程 正在进行反射面单元铺装工程 现在第480块反射面单元 正下落到它特定的铺装位置 整个大射电望远镜的反射面 由4450块这样的铝制反射面单元组成 每一块的制作和安装精度 都在一根头发丝之内 明年下旬 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天文建筑 就将建成 正因为具有超大口径和反射面面积 这个大射电望远镜 能够接收到距离我们 137亿光年远的宇宙电磁信号 发现更多人类从未观测到的新天体 中国智慧也将人类探索宇宙的能力 前所未有的延伸